上学玩、放学玩、放假都玩 星期一到星期日 德国的小朋友的唯一任务就是玩了 Hello 感觉我通常好天 就会带小孩去公园玩 我继续玩 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玩玩玩和玩 Frieda是移科职业治疗师 几年前嫁了来德国 和先生和两位儿子定居柏林 现在放育儿隔 每天的最大工作就是做儿子的陪玩员 他有个guidelite说 每天都要去户外活动 譬如你现在常说的芬兰 德国的自然学校 他们每天都通生走 就是去公园玩 所以如果你回来的小朋友 他常常来 其实代表他有多些户外活动的时间 刚刚抽完放学 他就自己买单车回家 你锁车自己 你锁在这里 你锁在这里 德国教育指引说明 六岁前的小朋友不应该学习 因为在脑神经未发展好时 死记硬背硬知识 会影响孩子又脑发展创意的潜能 关乎全世界 尤其是在北欧 譬如丹麦、瑞典、德国、法国 全部都是五、六岁才开始学习 所谓学习 就是学数数、认字、写字 其实真的是六岁才学习 这些关节感觉 或者你身体那些两者协调 如果你小的时候 六岁之前develop的好 其实相对上 你去学一些工具的操作 比如写字 或者用一些工具 你很快就会上到 见到太多一些个案 去到五、六岁 这支筆都未拿好 但已经要写很深的字 这个其实是一个本末倒字 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的小朋友很大压力 就算幼稚园也会有 招累症 或者功课压力大 或者他们已经要考十几家学校 做组织 其实这件事是很惨的 因为过了二十年之后 你有一半的工具 已经会被AI取代 被人工智能取代 所以你要学硬知识 其实你不需要有 你想上网 你现在很简单 你Google 你学什么都可以 反而你要有 那个特质 就是你要懂得有创造力 要有一个同理心 有empathy 或者自己去分析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其实是靠自由玩去得出来的 所以其实香港现在是一定要变的 哇 多谢你呀